3 2 1 台中 在大鼠声中正式宣告 2023台中艺术博览会盛大开幕 今年是史上最多国际画廊参与的一届 汇聚了79家展商 包括64家台湾画廊 13家海外画廊 跟两个特展 所以它好 所以今年国外拆了这么多家画廊 它要从台北下来 它要跑到台中 不容易 表示这里确实是有潜力 否则国外的话 它怎么可能跑那么远 下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看到艺术市场 疫情之后 能够这样的分波发展 那艺术交易分离特税之后呢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艺术交易 我们可以不用并告 这个个人的众所税 可以刺激我们整体的 艺术交易的这个市场 我们愿意有更多的厂家 愿意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 艺博会展出的作品 从以往主题式 专题式的展览 转向在展间挑战不同媒材 跟创作风格 带来不同客群 跟艺术推广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画廊会比较多有这些篇 街头艺术 还有POPOS 以及现代潮流艺术的作品 那我们老板是之前 我们画廊是之前 已经就是来 阿斯台充是很多次的了 那我们会把最近非常流行的这一些作品带来 常常给台湾的观众们去参观 然后并且去感受一下最近的流行的这些元素 我们11年来下来的话 我们越来越多的市民好朋友 越来越多国际的这个画廊 或者是我们潜在的长家 都透过这样一个艺术博览会 在饭店当中的这样一个展览 能亲近艺术家的作品 能够那么点唱 台中艺术博览会 7月14号到16号 在台中零酒店审大开展 观众跟收藏家们 也能够欣赏到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进行面对面交流 也为艺术家搭建起 跟潜在收藏家的联系平台